國民法官制度已經開跑了 民眾都很有可能會走入到法庭 和職業的法官一起來審判 不過從法案推動開始 對於職業法官的意見 是不是會產生權威效應 影響到人民的決定 從而變成了負荷的背書工具 就一直是備受討論的議題 所以未來應該要如何避免 還有人民當面對到了 攸關生死或自由權的判決 能不能承受住壓力 也是不能忽視的影響層面 六年多前妻子不堪遭受家暴 逃家後肅請離婚 丈夫失信成照上門要求回家不成 又懷疑移情別戀 開槍射殺妻子 被判處無期徒刑定驗 引發網友議論甚至滿罵 可是同樣案件換到模擬法庭審理 最後被告只被判處 二十年刑期 更沒有一位國民法官同意判死 判生判死全在一面之間 各領域的國民法官將生活經驗帶入法庭 出現不同判決結果 只是艱難審理與良行不只燒鬧 在庭上跟被告面對面接觸 也難免有擔憂 他的身份都是被保密的 真的真的已經出現人身安全威脅 當然特殊案件會考慮說 要不要改由法官審理 良行多或少 國民法官有壓力 面對重大凶殺案還必須聆聽犯案過程 檢視證據影像 難保不會帶來衝擊 出現心理創傷 不只身心安全要關注 國民法官缺少法律專業 如同白紙一張 萬一職業法官過度干預 只怕國民法官跟著專業風向走 六個國民法官裡面有五個認為是無罪 可是當職業法官一表示 他的法律見解 這些素人立刻就改變見見 當職業法官利用法律見解 支撐自己的結論的時候 其實素人是沒有能力跟他抗衡 承認說 確實有可能有這樣的擔憂 不過這個也是我們刑事廳 我們規劃各種的指引 去知還有相關教育課程 大家在努力的方向 不會言權威效應是隱憂 就連不得出現的證據內容 將來法庭審理才會再排出 國民法官能否不受影響 那因為我們的篩選密度不夠 我們會覺得說 這樣子的狀況會造成一些 比較容易污染新證的 或者是造成偏見的 這樣子的證據類型 就提早或者是進到 我們的審判庭裡面 然後造成國民法官們的 新證污染的狀況 突然拿出一個在審理之前 我們大家都沒有 都不知道的證據 那這時候會產生突襲啊 如果它是一個不妥當 不合法的證據 進入到審理會影響 或是污染到大家的新證 這樣是不可以的 所以職業法官在這個部分 臨場反應應該就變成要特別的快 畢竟新證受污染 事實認定及刑督表決 就可能天差地遠 一般良刑必須過半同意 死刑則要達到三分之二以上 等於同意票 至少六票 而且要國民法官 與職業法官各有一票同意 良刑結果才成立 關鍵的終局評議 才不公開進行 討論和投票過程 無法一探究竟 由法學教授擔心 素人法官淪為附和背書工具 六個國民法官如果想要 把這個背課判有罪的話 他勢必要去稅有 這三個裡面的一個法官過來 那我們就要問啊 容不容易 也是大家一直在質疑說 會不會你找這六個國民法官 是在你背書啊 心之推行是良法美意 期盼讓司法接地氣 只不過接連迎來的難題 必須盛防負面效應 記者傳訊 陳常委 謝哲林 吳嘉報長 王翔綜合報導